去年的时候还说到这个护航客专啊 也就三四线的这么一个 护航客专上海南联络线 也就三四线的这么一个工程 很多人都在我的这个视频下方留言了 这个工程呢 现在终于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1月12号由中铁24局成建的护航客专 上海南联络线施工一标在K8加000到K8加400 驱断举行仪式 手段水泥搅拌工艺桩实验室桩开桩 开转了为下一步地基加固施工呢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段呢其实是不长的 线路全长7.99公里不到8公里 就8公里的一段路 而且局部改造既有的护船县 长度有5.5公里 线路位于城市的核心区 途经新庄站 这个包夹于铁路护春县 城市各类生活区域及道路内 全线为营业线零营施工 只是施工难度比较大 比较复杂 因为这条线上有护春县 还有这个一号线呢 是吧 新庄到上海南站的地铁一号线 所以这个轨道交工施工难度 可能某种程度上是一边要保障运营 一边要施工 当然三四线施工成了以后呢 上海南站将会成为一个动车站 纯的动车站 朴素铁路就不再开进上海南站了 所以将来从上海南站出发 也都会是动车 而比较有意义的一个事呢 是很多人热议的就是金山县 金山县呢 会在新庄站设议站 应该是会在金山站 这个金山县开到新庄 大家从新庄下来 那新庄呢 又能换乘其他的线路 或者说在相应的这一带呢 也会有一些其他的换乘安排 你甚至于将来的机场联络线啊 或者嘉敏线啊 有没有这些进一步的消息 也欢迎您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告诉大家 也可以大家一起来畅谈 讨论一下三四线 上海护航客专上海南联络线 建成后对相关地区的交通改善影响